再来看下条消息 由王洛丹林峰主演的电视剧《大汉贤后魏子夫》 近日公布了一段长达八分钟的预告片 注意啊 这可是王洛丹首部出演的古装片 而林峰此次呢 则是在片中饰演了《汉武大帝》 两人此次的合作会送上怎样的作品呢 来看一下 她出身平凡 但她注定会成为一个不平凡的女人 在《大汉贤后魏子夫》中 王洛丹饰演了魏子夫一角 作为一名出身平凡的歌女 魏子夫在入宫之后 经历了残酷的后宫争斗 魅惑君主的剑 一个小歌姬 凭什么踏进宫里 偷出去炸 谁敢上楼鹰 若他真的有身孕 我保证让他失手无存 谁敢动朕的人 谁还玩 在这部新作中 王洛丹将和林峰大演对手戏 两人不但会演绎缠绵 翡策的爱情故事 那最让你安心的 是什么心理 北斗星呢 那真就是你的北斗星大哥 还会因爱生分 互相猜忌 甚至拔刀相向 你真是以为真心 不能杀你吗 直接自信了 看到这里 这出剧情 是不是有些 似曾相识的感觉呢 而作为王洛丹的 首部古装戏 他的古装漫像 竟然是备受关注 滑腹加身 沉重的发型 还要加上这大大的头饰 光是这一套套的装扮 就已经把王洛丹 折腾得够呛了 导演他们都说 看上去不是很重啊 有一天我把所有头饰 加卡的拆了 只有他们一跌了 你就知道我每天 是有超负荷的在工作 游戏系列地 期待为此不开播 编辑报道 说起王洛丹 我想到前一阵 人家不是调侃 说他那个脸 长得像葛优吗 说他俩撞脸 我记得他的回应 还是比较幽默大度的 他觉得就是 不仅仅脸要看齐 最好片酬 当然义德方面 更要向前辈看齐 但不是每个明星 都能够把自己的脸 拿去跟别人调侃 嗯